萨摩尔记上28章1到25节 那时菲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 雅吉对大卫说 你将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 大卫对雅吉说 仆人所能做的事亡必知道 雅吉对大卫说 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 那时萨摩尔已经死了 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 葬他在拉玛 就是在他本城里 扫罗曾在国内不拥有交诡的核心巫术的人 菲利士人聚集来到苏联安营 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吉利波安营 扫罗看见菲利士的军旅就惧怕 行中发战 扫罗愁问耶和华 耶和华却不见梦 或巫灵 或先知回答他 扫罗吩咐陈仆说 当为我找一个交诡的妇人 我好去问他 陈仆说 在尹多尔有一个交诡的妇人 于是扫罗改了妆 穿上别的衣服 带着两个人 夜里去见那妇人 扫罗说 求你用交诡的法术 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 为我招上来 妇人对他说 你知道扫罗从国中 剪除交诡的核心巫术的 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 使我死呢 扫罗向妇人指着 耶和华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不应这事受刑 妇人说 我为你招谁上来呢 回答说 为我招撒末尔上来 妇人看见撒末尔 就大声呼叫 对扫罗说 你是扫罗 为什么欺哄我呢 王对妇人说 不要惧怕 你看见了什么呢 妇人对扫罗说 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 扫罗说 他是怎样的形状 妇人说 有一个老人上来 身穿长衣 扫罗知道是撒末尔 就屈身 脸浮于地下巴 扫末尔对扫罗说 你为什么搅扰我 找我上来呢 扫罗回答说 我胜窘疾 因为非力士人攻击我 神也离开我 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 因此请你上来 好指使我 应当怎样行 扫罗说 耶和华已经离开你 且与你为敌 你何必问我呢 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 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 赐予别人 就是大卫 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他恼怒亚玛利人 你没有灭绝他们 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 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 交在非力士人的手里 明日你和你众子 必与我在一处了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 交在非力士人手里 扫罗猛然扑倒 挺身在地 因撒姆尔的话 甚是惧怕 那一周一夜 没有吃什么 就毫无气力 富人到扫罗面前 见他极其惊恐 对他说 婢女听从你的话 不顾惜自己的性命 遵从你所吩咐的 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 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 你吃了 可以有气力行路 扫罗不肯 说我不吃 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在三劝他 他才听了他们的话 从地上起来 坐在床上 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 又拿面团成无效饼烤了 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 他们吃完 当夜就起身走了 阿们 撒姆尔记上 二十九章 一到十一节 费力士人将他们的军旅 据到亚佛 以色列人在耶稣列的城旁安营 费力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 或白或千 挨刺前进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同着亚吉跟在后边 费力士人的首领说 这些西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 亚吉对他们说 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 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 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 我未曾见他有过错 费力士人的首领向亚吉发怒 对他说 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 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 恐怕他在阵上返回我们的敌人 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 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 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 扫罗撒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 亚吉叫大卫来 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是正直人 你随我在军中出入 我看你甚好 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 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 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免得非力士人的首领不翻喜你 大卫对亚吉说 我做了什么呢 自从仆人到你面前 直到今日 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 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亚吉说 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 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只是非力士人的首领说 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 故此 你和跟随你的人 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要明日早晨起来 等到天亮回去吧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 回往非力士地去 非力士人也上耶稣列去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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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